三国演义 作为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 非常受人喜爱 里面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 像草船借鉴 火烧赤壁等等 都是非常精彩的 但有一些故事 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那样 经过解读之后 就会发现一片新天地 而说起三国演义 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 作者罗冠中很善于描写人物 他用一些白描 对比 烘托的手法 把人物写得活灵活险 而且非常善于 从很多角度 对人物进行性格的刻画 在书中 对比的手法也是很常见的 例如 黄中和赵云 诸葛亮和周瑜 但是 在这种关系上 最为精彩的 要属诸葛亮和司马懿了 不过 众人不知道的是 这两个惺惺相惜的对手 在某些方面 竟然有着惊人的默契 这是什么呢 历史上总有一些诡异的战争 这些故事的过程和结局 都是非常的出人意料 对于空城记 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 空城记发生的背景 就是在诸葛亮失去接亭以后 当时的蜀国或许有一战之力 然而 在刘备去世之后 蜀国的气势却一落千丈 诸葛亮为了完成先帝的遗愿 多次亲自带兵出征 讨伐曹魏两国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稳住蜀汉的江山 辅佐后主刘善 完成天下统一的光辉大业 然而 令诸葛亮未曾料到的是 手下一员大将居高自负 却让曹操的军队 抢占了蜀国的咽喉要地 这样一来 诸葛亮未求自保 便不得不撤回 在前线作战的所有军队 蜀汉军队 在撤军途中来到了西城 由司马懿所带领的曹操大军 也随之而来 两军无论是在军事实力上 亦或是武器装备上 都相差甚远 换而言之 在这种状态下 诸葛亮想要带着 剩余的将领 与之拼个你死我活 显然是以卵击石 危难之际 诸葛亮下了一步险棋 他命令将领打开城门 而他自己 则是带着两名书童 坐在了城门楼上 闲庭自若地弹奏古琴 等到司马懿带着曹操大军 来到西城之时 便看到了令他疑惑的场景 诸葛亮从容淡定 城门下也不过是 几个正在打扫的老百姓而已 司马懿一时之间不知所措 毕竟在他与诸葛亮 几次三番的交手之下 他早已明白 诸葛亮是一个谨慎之人 如今情况危急 诸葛亮是绝对不会大开城门 展现出他毫无兵力的现状的 司马懿在思虑之下 肯定这城中有埋伏 若自己带兵入城的话 就掉入了诸葛亮设下的圈套 于是司马懿放弃了进攻 带着手下的曹军撤离 然而司马懿没想到的是 仅剩一辈子的诸葛亮 竟然真的冒险了一会 城中非但没有陷阱 反倒是一群没有任何回击之力的 西城百姓和残兵败将 二 两大名将的绅士出身 空城记这场故事传出后 大家都在夸赞诸葛亮的计谋 同时感叹司马懿的生性多疑 怕死 愚蠢 实则并不是这样 后世有人说 空城记是一个虚假的故事 并且指出了很多疑点 说起司马懿 就不得不说起著名的司马家族 他是司马房的第二个儿子 出生在一个乱世 但是他从小饱读诗书 精通计谋 懂得排兵布阵 再看诸葛亮 他同样出生在 名门贵族的家庭里 他的先祖 曾在西汉时期做过大官 而他的父亲 则在东汉时期做过大官 不过 在诸葛亮年幼的时候 他的父母相继逝世 所以 他和弟弟一直跟着叔父生活 好在他的叔父 带他们很好 诸葛亮得以从小 接受良好的教育 诸葛亮 从小就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人才 才华也是非常的出众 但是他并没有什么机遇 也没有机会 能够得到人的赏识 所以 一直隐居在南洋 并因为其出众的才华 被人称为是 卧龙先生 两人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 但是 二人在官场上的经历 有所不同 我们都读过 《初诗表》这篇文章 读了不由得落泪 古话说过 读《初诗表》 不落泪者 视为不忠 在《初诗表》中 诸葛亮也说明了 他与刘备相遇相知的过程 当时的诸葛亮 算是大叶家中 而刘备 有幸得到了司马辉的指点 知道了诸葛亮的存在 之后 徐树又向刘备 推荐了诸葛亮 还告诉刘备 要亲自前往拜访 才可能请得动 诸葛亮出山 206年 刘备开始前往 诸葛亮的住处拜访 前后拜访了三次 最终 诸葛亮也被刘备 《三顾茅庐》的诚意所打动 决定出山 助力蜀汉争霸 《三顾茅庐》和《龙中队》的故事 相必大家都有所耳闻 在刘备多次诚信的劝说之下 诸葛亮同意出山辅佐刘备 一方面 是想要感谢刘备的多次光顾 另一方面 是当时的刘备实力虽然不是很强 但是诸葛亮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明君 是可以作为天下百姓的君主的 于是同意和他一起打拼天下 而司马懿呢 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选择谁 为谁效力 但是曹操是一个求贤若渴的人 他发现司马懿之后 就一直想要招揽他 在发现诚意招揽不奏效之后 甚至还开始多次威胁司马懿 逼迫他为自己做事 但这肯定不是司马懿所愿意的 但是当时的司马懿就是一个无权的人 没有什么实力 又总是受到曹操的逼迫 所以不得不为曹操做事 从这个方面就可以看出 两人在官场上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 司马懿为曹操的事业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司马懿看到了当时的局势 他认为曹操的实力是比刘备强的 但是刘备发展的后劲很粗 所以首要的任务就是尽快遏制住刘备的发展 我们在称赞诸葛亮的时候 总是会忘了司马懿也是一个非常有计谋的人 两个人在战场上斗争了大半辈子 就像两个互相熟知的老朋友一样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空城记发生的背景 诸葛亮当时北伐把魏国打得不轻 逼得魏国又重新任命了司马懿 司马懿在上任后就打下了阶庭 诸葛亮并没有想到这个结局 所以当时诸葛亮在西城时 根本没想过留下什么军队 整个西城内有的只是两千名顿老弱兵残 而当时的司马懿已经是兵临城下了 诸葛亮想要搬救兵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后来诸葛亮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命人把城门打开 然后自己坐在城楼上弹琴 想要虚张声势 这个时候司马懿的儿子就非常急切地想要冲进去 但是司马懿阻止了他 并没有让他去 而是观察了一会儿说 我肯定是假装没有埋伏 等我进去后把我杀了 我们都知道司马懿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真的看不出这是一个骗局吗 即便是真的不确定 大可以先派出一小队人马进去探探虚实 但是很明显他没有这么做 他的这次官赋原池是曹瑞给他的机会 当时天下人都觉得诸葛亮太过聪明 只有司马懿才是他的对手 所以司马懿才是制衡诸葛亮的最佳人物 他能一下子打下阶庭 也足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综合来说 司马懿没有撤退的理由 但是历史证明他确实撤退了 这时候司马懿把自己和家族的命运 放在了魏国前面 司马懿看到了自己的以后 如果这次冲进去 一定会把诸葛亮铲除 但自己对于曹瑞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诸葛亮去世之后 自己难免不会因为功高震主 而被猜忌和怀疑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他只能选择装傻撤军了 三国中的战争大多在解读后 都会有种耐人寻味的感觉 在大家看来 空城记是司马懿输了 但其实他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顾全大局 眼光长远 懂得趋利避害 当时司马懿的儿子不理解 在回去之后 他告诉了儿子其中的道理 他的儿子才恍然大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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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